哈喽大家好 欢迎到YA Diary 我们看到这个场景是一个阴雨天 气温也非常低 不过这完全无法阻止一个文具控 冲刺市集的心情 我们在3月2号3号 到中间参加了创作联会 创作者宇宙片 这是由日日文创铺 乐情时光所举行的强大活动 虽然看这个主视觉 是近期日拯救计划的作品 很太空 很宇宙 很适合我 当我们进场之后 会看到150个创作者品牌 还有很多不同的小活动 我们就以我的视角 来分享这次关注到哪一些文创品牌吧 先和各位分享灵晴会社 品牌摆放了很多首颗印章和明信片 有旅游 也有符合宇宙主题的太空人 火箭等元素 我选了几张很温暖的明信片作品 有缘的话以后寄给大家 那这边还要分享一个小故事 这个品牌是我学生时期 在着迷一颗印章的时候 买了唯一一本教学书的创作者哦 一直很希望可以遇到作者 真是太开心啦 OK 接下来是纸上旅行 虽然说在画面上可以看到很多类型的转印贴纸 不过品牌这次的重磅推出是月光系列 有好看的转印贴纸 纸胶带 月球图样的印章 还有文字内容非常浪漫的印章 这次的印章取手是用这种深色设计来呈现 单颗单颗的密封包装像是一个很优雅的糖果 感应出来很好看 只是摆着也很好看 在我们的频道IG有应用的范例哦 后面上看到的是90和立夏之前的联名款 那现在我手上拿的是最新联名 纯色烂烂 颜色柔和多彩 有很多温暖色系的大景 还有小花和文字素材 因为图案本身就很丰富了 所以简单好上手 可以看一下我的应用 再来还有墨水瓶的贴纸 以及可爱的小生物哦大家 买啦买啦 好久不见的哈丘 这一次是首度摆摊 让我们大声的到处恭喜恭喜 而且我等很久的小学子印章 终于出到冬天啦 另外呢 这次出的印章新品也超级好看的哦 是灵感系列 各位可以看一下这些的商品应用 可以贴成这种超级有气质的作品 来看一下小本本寻找购买灵感吧 微风画室青年自己印推出的宇宙系列 是我目前最喜欢的一款 其他作品项和新品也都非常的讨喜 各位看一下这一片的指教带循环条 因应品牌的成长而逐渐增加更多类型 看了就很开心 那这一回事集啊 我觉得最可爱的是这几款 复古把手印章 很有古典欧洲感 那其他之前出的印章也给各位扫试一下 各位啊 我被这个版本吸引过来了 你看这是什么样美丽的烫金框框啊 还搭配可爱的小花呀 小生物 我觉得我是太晚认识到这个来自香港的品牌 JR Journal了 它无论是框框花朵 还是这一种底片 换灯片PET 全部都长在我的审美上 好像我只要拥有它们 就可以贴成sample这样子的时尚美 可惜我太晚看到了 很多喜欢的品项都已经缺货 我下一次一定要首刀本来 来看一下华语的Kiyoko Studio 有明信片 小帽子和指教带门的各种展示 那这次试集 我就期待的是抽塔罗牌啦 我换两枚小带币来试一下手气 好的我转出了 好华丽的女子哦 原来是黄色耶 卡片印刷的很精致 还有烫凸 额外的小贴纸也好好看哦 所以非常推荐大家之后有碰到的话 一定要抽一下哦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面 被灯光照得很美的手工本本 来自不设计的手工笔记本 全部的小本本 从缝线到纸张的斑驳感 完全是全手工制作 我本来只是觉得啊 这些本本看起来很漂亮 单纯心想而已 但陆续遇到酒食啊 微风 大雄 还有吹齐这些捧捧们 大家就开始讨论这些本本 就疯狂推坑嘛 结果我就收花买了一个 奶茶色小本本 那刚好也符合我喜欢的 小卡拼贴尺寸 以后有机会再分享应用给大家看看 我们来到每次小铺的摊位 印象中品牌有很多充满水彩笔出的作品 像小动物啊 小食物 还有各种想象的画面 在文创领域的发想范围很广 像这种水晶质感的转印贴纸 还有传统的明信片 以及超多款纸胶带 各种不同的文创相关周边 这边几乎都可以找到 另外还有一个重点 这次在主办单位的 单日限定门票盖章活动之外 每次小铺等13个品牌 还自主发起了几张小活动哦 只要你在各自的品牌有收费 就可以盖章 集满一定数量可以对付小礼物耶 重点是 每个品牌的印章 都设计得好精致好用心啊 没死 我们来到新年路的谈位啦 给各位看一下 过往我们有推荐过的漂亮贴纸 纸胶带 以及百搭款的框框印章 和变成类商品 再来一起刷一波喜欢 这个新出的烫金系列贴纸 爆炸好看耶 那出一款就算了 结果它还出到三款 这实在是太美了 上面的印刷工艺都超级的精致 只买一款根本就不行啊 完全不给人活路的耶 好我们继续看到 很常在各纳升级看见的狗狗 每一次啊都会有排队人龙 这次趁着有空气的时间 来拍一下可爱的吃货小恐龙 还有其他可爱的文创桌边 虽然没有看到什么纸胶带 但还是在这边 不小心手滑了超多可爱的明信片 这次啊是我第一次 紫紫西西的观赏好途艺的摊位 最吸引我的是这个四季布屋贴纸 真的是对这一种一看就是一家人的作品 很难抗拒一套的 那好主意不止贴纸 还有这种淡淡色系的明信片 小超可爱的转印贴纸们 以及我边聊天边错过的纸招带们 像恐龙和星球组合的龙心花园 有歌型的圆圈圈们和建筑相关作品 哦对了还有这种好可爱的标签机贴纸招带 有不同的图样 看起来很有日系的风格 贴起来就像是商品价格一样可爱可爱 给各位看一下日日文创铺代理的韩国品牌 他们家不管是贴纸还是变迁本本 尺寸和款式都非常多样化 大多是这种颜色很淡雅 当成书写或拼贴配角都非常适合的款式 而且一次买就很大本哦 配合文具朋友们分装 CP值蛮高的耶 Kuma Yankee的作品全部是一如既往的可爱 这一次他们有几款首次尝试胶板的印章 相当精致 各位还可以看一下这个粉红色的品牌 联名切割店 我自己看了好心动的餐店忍不住 刚好我到摊外的时候啊 现场只有摆五个 而且就是那个最后五个 搞得我一直在现场偷看是被谁买走的 超像怪人的 那我们前面看到的联名款切割店 都来自这个品牌 这是一个台湾的本土切割店品牌 有非常多样化的尺寸 这些每一项商品都是PP材质制作的 诉求无毒环保 他们有和许多品牌做联名 甚至防疫期间学生会用到的隔板 有一些也来自他们家哦 这边给各位展示一下 创作联会和星期日拯救计划的 这款很宇宙太空的联名款 还有这个新品 是有磁性的切割店 可以把尺吸好 表现很不错哦 希望以后有机会看见更多联名 现场150个品牌 我只有挑选15家来拍 不过主办单位很贴心 设置一个展示区 把来参加的创作品牌们都聚集起来 如果你不知道想要找什么样的品牌 都可以先来这边看一下各家主视觉 另外呢 两天的活动票券 分别设计了不同的印章 太空人门票 搭配面罩印章 宇宙款门票 搭配的是太空索印章 我很喜欢这个概念 但至于现在各处都很流行的拍摄机 这次市集也有哦 而且拍一次只要50块钱 真的是佛宝 虽然近期非常忙碌 而且市集举行的这两天呢 天气也不太好 但可以和文具蓬蓬们参加这样子 充满细节和诚意的市集 真的会有一种 延年续命的快乐眼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 或想要分享的心得的话 都欢迎留言告诉我们哦 那我们下次见啦 拜拜